2019年的年底 《蘋果日報》無緣無故找回一單20年前的命案出來 這一命案竟然是牽涉到香港四人幫之一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濫用公權本屋的人脫罪 黎智英和陳方安生一樣都是反送中的幕後推手 《蘋果日報》為何會在背後捉陳方安生在那裡 就要由20年前發生在油麻地華德大廈的《彭彩營白骨案》說起了 1999年的10月因為樓下投訴漏水 管理員就入了華德大廈15樓的1A物業檢查 竟然發現了一個新秀異處的白骨 經過阿Sir認定死者的名字叫彭彩營 死亡時間已經超過4年了 嘩 上下左右的隔離輪舍足足4年隔場有私 嘩 真是聽我都無管動 現在這座全港出名的空窄已經拆成劏房分租了出去 不知道哪位租客這麼幸運 和彭彩營的私生分在一起呢 說到這個死者彭彩營和陳方安生是甚麼關係呢? 原來這間物業的業主就是陳方安生的大哥 號稱方門發洁之一的方萬生 方萬生在當時是香港很出名的大佐 1987年在酒會上認識了模特兒彭彩營 之後兩個就一直保持著地下情循達8年 由五行來說 1965月戰蛇年出生的彭彩營 由1939月某兔年出生的方萬生明明就是木黑土 所以兩個人在一起這段時間 方萬生的職業生涯就越來越多了 直到1995年的3月也只是彭彩營死之前 方萬生還被香港律師妹這次經營的私行 不過就在彭彩營死後的1996年 方萬生通過上訴重新獲得了律師牌照 之後更加獲得了他媽媽很多遺產 所以你說彭彩營的死 是不是方萬生為了轉運而運作呢? 到1999年那副白骨被人發現 再到後來2006年警方終止調查 方萬生竟然可以全身而退 整件事幾乎對他沒有任何影響 那就多得方門8月的大女陳方安生了 陳方安生在當時是港府的政務司司長 權力帶到幾乎隻手遮天 那麼大角方萬生 就算在彭彩營白骨案有任何牽連 都可以被他動用各種關係掩蓋了 當時警方就將件案列為高度機密 指定專人辦理 接管現場撿到的各種關鍵證據全部沒有了 那就搞到彭彩營蒙獸其冤了 至於為何說陳方安生是濫用職權動用關係呢? 那就要再提一下當年死者的代理律師雍正正 當年在接了彭彩營這件案之後 雍律師有一晚在整理材料的時候 竟然發生了靈異事件 那天晚上大概是十點多的時候 我準備第二天要上法庭 那間房間我想關燈睡覺 我就聽到那間房間有些很奇怪的聲音 於是我就說 你是不是彭小姐 然後那些聲音又更加大了 在交流的時候 彭彩營就告訴雍律師一些私密的訊息 甚至還包括對方會在第二天庭審換證人 不過就算是這樣 彭彩營的冤魂也是表示 因為方家大權在握 想定罪幾乎難於登天 那雍正正知道這件事是冤案 想盡辦法幫彭彩營在家人犯案 不過呢 都是無力無天 看來方家真是陰陽通殺 說回五行 陳方安生1940更神龍年的金名 要到剛好玄克彭彩營的目名 所以彭彩營這條木蛇 就被陳方安生這條金門 剋到一副白骨 就在6月26號 陳方安生前和故女兒發表聲明 呼籲港人守法和平 他見到港區國安法勢不可黨 就拋棄手足躲進蒲宅 至於齊上齊落不割席了 也就此煙燒雲山 阿度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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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二 大陸 小三 大陸 大陸 力